天空乌云笼罩 灰色的云形成一道巨大的漩涡 疯狂旋转 逐渐往中心前进 画面震撼 有民众唆时拍下龙卷风的前身 漏斗云的壮观景象 就在奥克拉荷马州彼佛附近 之后就成了龙卷风 继续肆虐美国南部 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一带 包含德州、佛州、路易斯安那州等 17、18号都遭到恶劣天气袭击 影响大约1600万人 有超过50万户家庭断电 各地接连狂风暴雨 吹起剧烈龙卷风 大雨来到贵阳出现瀑布景象 雨水顺着首扶梯和楼梯灌进地铁站 雨势之强 降雨量6小时就突破了100毫米 在广东东莞的路面也成了河流 身穿黄色雨衣的骑士 连人带车直接被雨给冲走 死死护着他的车 人顺利被救起 但车子却越流越远 有人直接舍身救车帮骑士追回 真正也下起暴雨 黄水让汽车灭顶 楼梯也变成瀑布 巴西16号以来 惨遭气旋肆虐 俯瞰道路都积满了黄水 车辆只能徐徐前进 至今已经有13人命丧洪灾 当局人在搜救当中 记者综合报导